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本忠潜伏于柏林站执行任务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 报告伦敦 以目前情况来看 我的身份已经报了 为确保我军胜利 我决定自尽 五念 大本忠 国王万岁 向您致敬众位 你干吗呢 擦枪呢 长官 我们情报站的军官 就应该有时刻保养武器的觉悟 是的 长官 我刚刚收到情报 远东地区失守了 什么 敌军在两天之前就知道了我们所有的布防计划 又是那个大本忠 他窃取了我们所有的情报 他就这么神通广大吗 我就不信 我们情报站两百六十号人 就抓不到这个大本忠 你这是秀什么呢你啊 长官 我在耻笑他们呀 在我们德国有一句老话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长官 这不是咱们德国的 可见情报站是多么的重要 哎 你听说了吗 这路口的医院 其实是敌人的联络点啊 这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 我怎么听说 你最近一直往那儿跑啊 长官 我 你是保密队的队长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你觉得在咱们情报站内 谁才是这个大本忠呢 汉斯上校 你猜得没错 我就是那个大本忠 哎 中尉你开什么玩笑 中尉 你开什么 你是大本忠 中尉 你怎么可能 哎 中尉 中尉 哎 长官 长官 其实我就是大本忠 哎 我就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 中尉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幽默了 我也是刚变的呀也是 再说了 你怎么可能是呢 你可是袁手亲自举欠 你要是大本忠 那袁手的脸就丢进来呀 长官 我也是想调节调节气氛 行了 行了 下次不要在军营里 开这么好笑的玩笑 是的 长官 哎呀 我刚刚收到了一份紧急密电 是有关于大本忠 来 中尉 哎 诶 长官 怎 怎么了 这情报上说 在战前知晓前线不防的 我们全战一共只有四个人 可是 弗雷德和史乃德已经就一了 也就是说 现在知晓前线计划的全战 就只有咱们两个人 中尉 那你觉得谁才是这个 大本忠呢 那就 只能是 我了呀 哎 哎 那就只能是我是大本忠了 哎 我是大本忠 哎 哎 我是大本忠 哎 你把我靠着 我大本忠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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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前就跟元首说 哎 我说元首元首 哎 我就是大本忠 哎 好啊 我就是大本忠 不是 长官 你干啥呢 长官 哎 你没发现吗 我是大本忠 就比你是更合理啊 我潜伏的身呢 难怪没被发现呢 哎 我还能翻花手呢 哎 说笑了 哎 好笑吗 都什么结果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中尉啊 大敌当前 你头脑能不能清醒一点 我是找不到这个大本忠 他可一直就潜伏在我们的中间呢 长官这个 我 我真知道 要是找不到他 咱们两个都得完蛋了 这样 长官 您先回去休息 大本忠 我不休息 今天要是讨论不出一个对策 咱们谁也别想睡觉 三天 长官 三天之内属下一定找到大本忠 好 我就知道你跟那些废物不一样 真不愧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 全战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啊 中尉 我们情报战需要一百个你 只有你在 我们才能胜利 长官是只有你 你在我们才能胜利啊 共勉啊 共勉啊 收集团 报告伦敦 以目前情况来看 我的身份 应该已经暴露了呀 但却没有 我现在感觉非常安全 甚至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柏林站站长汉斯土豆上下 他 公年啊 好像是弱了痣 另外 诺曼底的情报 像毕竟收到了 既然没有暴露 我将执行最终的任务 武孽 大奔重 国王伴随 我刚刚收到电报 诺曼底失手了 这么快吗 我尊节节拜 赶紧撤离吧 长官您别太难过 说不定有什么转机呢 没有转机了 众位 我现在 有一个怀疑 我觉得 我就是大本忠 众位 我现在觉得 那我就是大本忠 我就是大本忠 不是 长官您怎么可能 不是 转问你不明白 这回诺曼底的不防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那个情报就在我一个人的办公室里 我问你 那他怎么泄露的呢 那会不会是有人去偷走了 那个情报 请委员说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 那你又不是大本忠 那就只能是我呀 排出法吗 排出法 我怎么又是法 不是 长官 被杀了 长官 你不行 你怀疑怀疑我吧 你这样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啊 你进站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你 你在食堂里顿顿都吃炸鱼薯条 逢人聊天气 出门带雨伞 你都快把你是英国人写在脸上了 你觉得邱吉日会把这么明显的见词 拍到我这当卧底吗 不会啊 对啊 不会啊 不会啊 对啊 哎 现在咱们情报上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两个 你又不是大本忠 我不是 情报还在泄露 我问你大本忠还能是谁 能是 你 我 哎呀 长官 长官 我 咋 咋有事 我 我是大本忠吗 我 我 卧底我自己 我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了 你 你把我捋一捋 长官 我现在这个脑子肯定比你乱 我 我是不是被下鼓了 咱们欧洲哪有鼓啊 我是不是被人精神控制了 长官 就你这个精神谁能控制得了 那就是有一种可能性了 所以我 就是大本忠 那你就是 法西斯反动派呀 不退啊 乱了 长官 乱了 乱了 啊 你是个反动派 不是 长官 既然被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我就不能放你走了呀 长官 长官 你先别起范儿 我给你捋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大本忠的 不是 长官 你刚才自己盘的嘛 我什么都没说 真不愧是保密队的队长啊 哎 这我自己找了那么长时间 我都没找到 被你给发现了 不是 长官 你这两部是哪儿学的呀 这是呀 你这个法西斯反动派 我要素气了你 长官 让我说一句话 我是同盟军 你是同盟军 那我就是德国鬼子了 你是啊 我怎么可能是无恶不作的反动派呢 不是 长官 你刚才还说呢 长官 我要素气了你 等下 等下 长官 这不管你是什么 我真是同盟军啊 同盟军 米歇尔旅言中尉啊 牵线失守了 远东失守了 诺曼底登陆了 你是同盟军了 你是同盟军了 你这如意的反动派 打得很 很几场 哎呀 三思独斗啊 你这个反动派 我要素气了你 我跟你变 你这个德国 你又素清了一个反动份 我是大本钟 大本钟是我 嗯 伦敦至大本钟 哎 这 这是伦敦 给我的任务 这让我炸掉情报站 哎 电报机 炸弹 炭斯土豆上校 一九一三年柏林军校毕业 一七年加入宪兵队 潜伏二十七年未被发现 呀 fale 顾國三千里 calle 大套 大本 中 畏 complain 学习主题的第一个作品是 进化论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脑袋好疼啊 等会儿 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 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 恭喜你 你终于醒了 我也没睡呀 我被砸了一下 这是个比喻 你没发现你会说话吗 都有 有些星星会在一瞬间明白很多的道理 这就是进化 恭喜你 向着治人的方向 又进化了一步 我吗 是人 我进化了 是我们进化了 我早在九年前就开始进化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新兴的觉醒 和我一起逃出这个地方 三年又三年 这都九年了 三年又三年是六年呢 你 你还觉醒出了数学计算的能力呀 我可是进化了五年才觉醒出数学呀 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 但那是个啥呀 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了数理化 那我走遍天下都不怕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一来 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可以提前了呀 什么逃跑计划 你看那个通口了吗 一会我把它打开 你在下面拖我一下 我上去 我再把你蹬上来 咱就出去了 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 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星星 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 太好了 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老师 走 走 等一下 我刚刚说了个啥 为什么说了个老师啊 哎呀 那是个啥呀 我怎么说了个我不知道的词呢 老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老师就指你很尊敬一个人这样称呼 这个是人类的文化 对 这个东西就是进化 对 老师 你是我的老师啊 老师老师 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哎哎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一直老师好老师好的 感觉让人很烦躁 哎呦 我一听老师好我也挺烦 是吧 这样这样 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 行 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宝藏 你咋这么恶心呢 你这个人 你这样 我给你早进化几年 你叫我哥就行了 好的 我就叫你 八戒 你就叫我八戒吧 好嘞 八戒 走 八戒 哎呀 八戒是啥呀 他戒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啊 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你怎么知道的 哎 你刚进化呀 你怎么知道的 对呀 咋回事啊 哎呀 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呀 咋回事啊 你咋进化这么快啊 这快吗 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 进化 还有论吗 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呢 好像是说要用功读书 啥是用功读书啊 啥是啊 啥是书啊 哎呀 用功读书 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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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理书 哎呀 所以要你用不懂是妈妈指着 你的毛衣 你要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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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 你 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 哎呀 我唱了个啥呀 咋回事啊 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级轮方文山 我脑子很乱呐 你等一下兄弟 哎 用用 书是 这啥呀 这是管理员之前留下的 饲养员手册 你还认字呢 母猪的产后护理 母猪 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 谁是萨达姆是谁啊 感觉这个梗挺老的 老梗啊 长颈鹿的皮毛护痒 不是 这书上没点有用的白颜吧 全球母猩猩图鉴 这要不然 咱们看一下吧 浅看一下吧 浅看一下 这个东西太精彩了 你看 你看它的排版 你看它的行文 你看它的印刷 这个东西就是书啊 人类真是太可怕了呀 他们通过书籍和印刷术 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 难怪人类进步得这么快 我们星星进化得这么慢呢 天哪 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 这 就是母猩猩的图鉴吗 我们星星能不能通过核中手段一次性完成跨越式的计划呢 兄弟 书装暴力了 咱们走吧 万有引力 是万有引力啊 你待会儿手滑了怎么办 我就掉下来了 对呀 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 苹果落到地上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啊 大G等于M小G等于9.8 重力加速度是9.8呀 你来说啥呢 我听不明白 我当东西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 太 哎呀 太等于3.1415926青海李皮蓬炭淡养肤奶 脱衣响于飞风又甚至已拦船 走走 走啊 走走 咱们走吧 走啊 哎呦 我刚刚就是脑袋一黑 哎呦 我这知识就突然出现了 我这知识都进化砸了 走走走 你等一会儿 我拿个东西啊 你有病啊 哎 不是只要出去你干 你咋事这么多你 我突然一下呀就获得了新知识 哎呀 你整个明白现在 震 啥 不是你不是要走吗 我托你上去 你等它拉到吧 啥意思 我不是进化了吗 我挡一下 你突然间你搞这个东西 你是啥意思 你不挡一下啊 咱不是星星吗 你计划多长时间了 九年 九年 你天天就这么溜的呀 这都是玻璃的 这动物园天天两三万人就这么看 你可真行啊 那走吧走吧 来来来 走走走 哎呀我挡一下 我挡一下呀 我挡一下 挟门了 九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挡一下 那你进化了呀 你看你以前啥也不穿是没事 你现在不穿你就觉得难受 你拥有了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呀 你进化出了羞耻心 我有羞耻心了呀 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 咱们两个都进化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呀 你你怎么进化这么快 你好多东西 你进化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 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 我就不知道是 就是这个东西 苹果树啊 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 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我一被砸 我就觉醒出了新的道理呀 这个一砸就 兄弟这样 咱们说就是出去前能不能让我也提升 能啊 你站我原来这个位置 兄弟 准备进化吧 三 二 一 哎呀 哎呀 怎么怎么砸 砸的是你啊 薛定恶的猫 哈哈哈哈 巴普洛夫的狗 犯后百步走 他活到九十九 哈哈哈哈 不是说打你 我要打你 咱们换一下位置 来来来来 你站这边啊 来来来来 兄弟准备进化吧 三 二 一 哎呀 孩子又是我呢 战争与和平 百年孤独 还有时间简史 啥结果要是咱哪还有时间简史了呀 哎呀 哎呀 这样你再说前面 我在后边来 你准备进化吧 三二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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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 一下都砸不着我吗 他被砸了二十多下啊 哈哈 我感觉 我要进化个大的了 这进化哪有什么大的小的 哈哈哈哈 星星兽进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人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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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进去 咱们走吧 我逐渐明白一切了 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 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 现在屋里的基石不是这样的 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 什么什么 我的妈呀 我们没有办法飞出银河系了 钟科远 我要给钟科远打电话 谁啊 钟科远 钟科远 管理员 管理员 就手机用一下 管理员 我要给钟科远打电话 哎 三体人你知道吗 我现在对陆与特别的理议 我可以帮助你们人类非生 你懂吗 三体上的东西可太厉害了 他说的我还听不懂 行了 行了 哎呀 这俩星星给这鸡一张叫啥呢 精神头真好啊 养得不错 快 新鲜水会赶紧吃啊 哎 咱们有管理员 我给你口气 咱们以后咱们有别人 我给钟科远打电话 咱们以后就都不能夭着 哎 管理员电话 五三一七号管理员 管理员 走了 管理员 走了 不要紧啊兄弟 刚刚好 刚好 咱们也走啊 咱们也走 来来来 托我一下快 哎 哎 你过来 你过来托我一下 快快快 来来来 托我一下 你别吵吵了 你还没整明白吗 我刚刚叫了他公号 他没理我 咱们虽然进化了 但是和人类是语言不通的 快来托我一下 他说好了呀 快 你进化的慢 你不明白 现在是咱们两个 是唯一进化的星星了 我们既没有办法 回到原来的族群 也没有办法成为 真正的人类 我还带着玩干啥呀 管理员 能不能托我一下 就是 我真羡慕你 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你现在还想逃出去啊 你知道的少 你想要的少 所以你就快乐 我知道的多 我想要的越多 所以我就越不高兴 我咋还越觉醒 越难受 越长大 越孤单了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兄弟 兄弟不用这样 越长大越孤单 哈哈 越今化越不安 就像 是 兄弟能不能拖我一下 就是拖上他就走 哎 你看看 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独 孤独啥呀 不是 你孤独啥呀 我们都完成计划了 就剩你俩了 他是不是瞎说话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两个是最后计划的猩猩了 等你们完成计划 我们就一起走 去哪儿啊 逃出去啊 通风管啊 哪儿就是通 去外海空 我们的飞船 已经造好了 我们要去 月球的废面 我们的计划就飞船了 学无止境 真是猴到楼 谁到楼啊 我呀 不是 我就不去了 你们先走 我都不去了 我都不去了 回来 把我看看 你们都不去了 你们都不去了 你们和你们快西大区 我跟你们快西大区 我 4 5 5 2 1 你不先向图鉴 出发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听东西百货 我们的故事主题在下一个作品是 天台告白 我是高二四班 颜佩伦 学习真的好拿 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 我先下去了 谢谢佩伦同学 高中生的烦恼真的是很简单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来到我们节目 登上天台的又会是谁呢 是一位毕业生啊 刚刚高考结束 来自三年二班的何同学 何同学干上去有点紧张啊 何同学不要紧张 勇敢的把你想说的话大声的喊出来就可以了 三年六班的 三年六班的 柯嘉宜同学 一下子就喊出对方名字了 我喜欢你喊久了 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啊 志愿是哪儿啊 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真是个勇敢的少年啊 你考了六百三十分吗 小哥同学很擅长学习 数学只有第二道大题没有答上来啊 那道题是要用伟达定理啊 伟达你不知道吗 何同学不要这样跟女生说话 伟达是一个很伟大的欧洲数学家呀 你这样说话女生会讨厌你 欧洲你不知道吗 这样会被嫌弃啊 欧洲就是欧罗巴大陆呀 何同学 大陆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怎么跑到六百三十多分呢 所以小何同学 你愿意接受我吗 何同学 你刚刚把氛围推到了一个很难接受你的程度啊 没事 何同学很棒 很棒 让人想到了自己上高中时候青涩的样子呀 长大以后很少再为了爱情那么冲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下一位将会登上我们天台的优惠 这一次有三位同学啊 我们是三年二班的罗生登 苗若鹏 张成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 我的梦想是去北京读大学 我的梦想是考上中央西区学圈 你那个台词很难完成这个梦想啊 三年六班的柯嘉怡同学 我们是何同学的 同学 同学 何同学 都是同学就没必要说三遍了 你们是来帮何同学说话的吗 小柯同学 你不接受何同学是正确的 他真的很一般呢 在背后这样说别人啊 虽然他长得高大威猛又帅气 还很像吴彦祖和布拉德皮特的结合体 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他不仅仅是文艺标平 他会的东西还很多哦 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 还有化学 有人抢词了是吧是啥呀 我们三个在他面前纳斗 自残 行贿 这次不要分太多 他还给你写了首诗哦 我们读给你听啊 很感人的 哦 是啊 一开始 我只顾着看你 装作不经意 心却飘泊 却还借起你 没发现过 躲在角落 同学 这个是 老说快了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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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感人的诗 让我们三个在他面前都 自询 短见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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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魔术表演 也代表何同学和蔡依林老师 谢谢你们 快去 散发着满满的青春活力 让我们看一下 下一位将会来到我们节目 登上天台的优惠是谁呢 是这 哎 何同学 你怎么用 哎 你们三 哦 哦 你们是想作为何同学的朋友在这为他加油打气吗 嗯 我们是他的室友 但是何同学已经刚刚告白失败了 我刚才 只是开了一个很好笑的玩笑 你刚刚明明就很认真啊 我平常就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 哎 开玩笑的人 哎 笑死我了 哈哈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幽默嘎 幽默嘎什么鬼 哦 就是幽默嘎 是年轻人的一种俏皮表 我知道 哈哈哈哈 小哥同学 我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优秀 你有 也不会那么华丽的舞蹈 你会 但是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何同学 同样的话呢 再对同一个人再说一遍 对结果也不会产生 哈哈哈哈 所以小哥同学 你愿意 把你的室友林敏介绍给我吗 换人了 哈哈哈哈 你换人了呀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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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敏同学 我喜欢你很久了 林敏同学 并没有多久 哈哈哈哈 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啊 志愿是哪儿啊 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同样一段话 他对两个人说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你考了一百七十三分呢 哈哈哈哈 啊 林敏同学不太擅长学习啊 我也只考了一百六十一分 那太好了 好般配啊 这两个人好般配啊 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你們上不了大学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一百多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一百多分 怎么上大学 可以坐车上大学 复读上大学 这个分数 可以出国上大学 我怎么没有 走走走走 那李敏同学 你愿意接受我吗 何同学你 没有人愿意 何同学你看一下屏幕 李敏同学就说不要 那李敏同学 你可以把你的室友刘佳 介绍给我吗 不是你 哎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刘佳同学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愿意接受我吗 没可能接受你 一个寝室一共四个人 他跟三个人告白 可以吗 答应了 你也喜欢我呀 刘佳同学 你的脑子你的眼 你是有关系不出了吗 耶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 哎呀行了 加油 加油 太好了 好 何同学 你跟你先下去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 将会来到我们的节目 刘佳同学 何同学 你下去跟她说就可以了 你可以 把你的姐姐介绍给我认识吗 哎你找刘佳姐姐干什么呀 刘佳的姐姐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何同学 你不要认为高考结束 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呀 志愿是哪儿啊 刘佳姐姐也参加高考了呀 你读博了呀 你读博了呀 那刘佳的姐姐 你可以把电器街对面的刘阿姨介绍给我吗 刘 何同学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刘阿姨 刘阿姨不要看过来呀 刘阿姨 你可以把你的闺蜜王阿姨介绍给我吗 何同学 你听说过羞耻心吗 王阿姨 你可以把你的女儿 女儿 张阿姨介绍给我吗 阿姨的女儿还是个阿姨啊 刘阿姨 刘阿姨 你可以把你的女儿介绍给我吗 何同学你收手吧 我喜欢你的女儿 我喜欢你的女儿 喊酒了 保安 我喜欢你的女儿 小柯同学 喊酒了 小柯 小柯同学 你现在明白我的心意了吗 真的是刚开始那个小柯同学啊 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虽然我考不上 但是 这两年 我一直在喜欢你 以后 我可以去你的大学 等你下课 可以吗 我骑着自行车 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可以吗 我想到了好笑的笑话 永远会 第一个讲给你听 这样可以吗 小小的年纪 说出了不得了的情话呀 谢谢你 何同学 我已经 有喜欢的人了 祝你以后 成为世界上 最幽默的 幽默哥 何同学 何同学 你已经很棒了 何同学 你很棒啊 我们今天的天台告白 到这儿就结束了 咱们 下期再见 何同学 嘎油吧 嘎油 calf 怎么骂呀 我没事的 我只不过是在 全校尸生面前 告白失败了 确实是有些丢脸好 不过也没什么吧 反正我那高中三年 我一件事情 都没有做成功了 我一件事情 都没有做成功了 就算是努力 也不会有回报 这件事情 我们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们是早就知道了吗 他们生的青春 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 青春本来就是很丢脸的 有一次生气一世 我跟着棋子一块被生上去了 全消失声 都在对我敬礼啊 对啊 有一年校运会跨篮的时候 我跨过去了 裤子没跨过去 高中读了七年 当时的同学都考研了 我还在考中枪系去学圈呢 太丢脸了 丢死了 但是高中真的 很开心了 你们不要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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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我这很想好啊 加油 加油 我来到这个节目 已经两年了 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叫吕颜 我叫土豆啊 哈哈 心里是土豆 他叫土豆 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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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 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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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作品是 当一个龙虾人决定去 2023年 旅行者一号探测器 遇到了一艘流亡宇宙的 龙虾星运输舰 友好的龙虾星人 作为第一个和人类接触的 地外文明 受到了人类的礼遇 第一批龙虾星人 也来到了地球 成为了地球的 一份子 父亲母亲 今天 是我来到地球的 第365天 每当我想你们的时候啊 就会来到这个天台 数数天上的星星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请你们不要挂念 你们的儿子 龙虾眼 刘星 快许愿 3 2 1 跳 等等 什么情况 你是谁啊 3 2 1 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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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啊 3 2 1 等一下 哎 你 你你干啥呀 你好 你是个龙虾人 你是不会理解我们地球人的 这样子 你先下来下来 你说说你说说呢 我融入不了人类的社会 我融入不了人类的社会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你你你别这样你你想想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说家人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家人都还在 都还在 都还在啊 很健康 还在你干啥呀 不是 那你为啥要跳啊 因为我不吃茄子 茄子 茄子 3 等一下 3种蔬菜我都不吃 茄子 土豆 还有大辣椒 那你就是单纯不吃第三鲜啊 很多南方人都不吃第三鲜啊 很多人都不吃啊 可我是一个东北人 你能明白 从小到大 被当成异类的感受吗 我 我其实明白啊 那你理解我 我也理解你 来 321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只是理解你 没要陪你走啊 哎 我特别理解你这种 被当作异类的感受啊 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啊 对不对 你你比如说你 你可以去南方发展 哎 我去过广东啊 哎 雷听我讲广东话 哈哈哈 广东话确实不好学啊 我还去过四川 哎 雷听我讲西川法 哈哈哈 你你这还是广东话 西川广东 没分嘎 不是 谁教你的这是 一二一三 OK 来 三一一九 球 雷球啊 球雷 球雷 你不要理他 他这个人好奇怪的 对这个人好奇怪啊 他根本就不敢跳 他就知道在这吓唬人 吓唬人是吧 你认识他 不认识 哎呦 你离他远点啊 我跟你说 预备 走你 你谁啊 你什么情况 哇 你是不是麻痹了呀 你是不是骂人了呀 哈哈哈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敢跳啊 你是不是语文就没学好 那我们下去说好不好 本来就要下去啊 预备 走你 你不能在这儿下 哈哈哈 你哎 啊 你是个龙虾人啊 啊 对我我是龙虾人啊 地球上还有多少你这样的人啊 还是有挺多吧 他们都还好吗 他们应该都还好吧 他们在哪里呀 他们 我们就这样 哎 鸽子本田鸭 你跑掉了 哈哈哈 啥呀 鸽子本田鸭是啥呀 要是北京烤鸭用的那个鸭呀 哪有这种鸭呀 预备 哎哎哎哎等一下 下了下了下了 朋友 他的情况我大概是知道了 你是为啥呀 因为 我喜欢下雨天 啊 但是我来北京三年了 北京不怎么下雨呀 哈哈哈 那你买个好点的花咋呢 关键是没有人陪我一起淋浴 父母也不在身边 淋浴了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 你明白一个人去医院挂号的那种感觉吗 我明白啊 那种感觉真的 哎呀呀呀呀 你 对对对 好了 这种感觉你一定明白 你是个外星人 这种感觉你肯定比我更懂啊 我 我明白 你多大了几年 二十四了 实际年龄 二十八了 你说实话吗 三十二了 咋了 我也三十二岁了 但是虾的平均年龄是 十六岁 人的平均年龄是 二十 换算过来 你就是一百六十岁了 不是 我也没这么老 我们龙家人和人类其实差不多 你看 我三十二岁了 还是一个人 你都一百六十岁了 那你就是五个人 哎呀 你们五个平时是怎么交流的呀 我们五个也不怎么说话的 我真羡慕你有四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 我其实也没那么多朋友 哎 哎 我们三个可以做朋友啊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对呀 咱们当朋友就是了 太好了 朋友们 因为 走 等一招 哈哈哈哈 这不是解决了吗 啊 问题解决了还跳啥呀 你俩像有那个大病你俩 他说你有大病 他说你有大病 你有大病 你有病 别管他有大病 你还有小病 你看看看 哎 你连第三线你都吃不了 连龙你都不敢跳 哎 你敢跳 别松了 来来来来 你三千万别恐怖 哎 哎 神经病之力 哎 咱们两个待会儿去二环吃那个门丁肉饼吧 好啊 吃完咱们去干嘛呢 咱们看球吧 顺便还能喝点啤酒 太普通了 哎 你们两个聊天的内容也太普通了呀 我在门口等半天 怕你俩有事啊 所以你在担心我们吗 你可真是个善良的人啊 很善良的龙虾人呢 你不要老把人和龙虾人分开来的地球就是一家人吗 我要是再管你俩 我就是个虾皮 哎 不要 啊 啊 啊 纯抽烟 啊 怎么 我抽烟打扰到你了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有俩人啊 在这要跳楼 还要拉我跳 我以为你们是一伙的 对不起 就是他俩吗 啊 他俩跳楼 对 还要拉着你 啊 哇 他们俩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你放心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太好了 你抽烟吗 我不抽不抽不抽了 抽烟吧 真不抽真不抽了 这孩子怎么挑食呢 挑食 小飞棍来呢 啊 不抽了 不抽了 真不抽 不抽了 哇 你是个龙虾人啊 啊 对 我好罕见 我平常都见不到啊 小飞虾来呢 等一下 你们就是一伙的呀 你 你是为啥 我的键盘坏了 啊 我讨厌C Ctrl C Ctrl V Ctrl S Ctrl Z 不是 这就是很正常 很常用的四个键 不是常用 我只用这几个键 我的工作就是复制 粘贴 保存 还有撤回 现在 我的Ctrl键坏了 我已经Lose Control了 我是个Ctrl Loser 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 不是朋友听我说 你千万不要 小飞人来呢 不至于 兄弟 不至于的啊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你 你可以辞职啊 你辞职干点别的 对啊 对啊 我可以辞职啊 辞职啊 我还有我的梦想呢 去完成它呀 你愿相信我吗 我愿意啊 我太高兴了 就是 吓人跳来呢 你给我听说呀 啥是吓人跳啊 神经病 你通讯器往哪儿了 神经病 小妍 神经 李 经理 你是 我找你半天了 来来来快帮个忙 啊 哈哈哈哈 哇 你嘴巴又干了 啊 要不要来口啊 润一下 不害了不害了 小李 啊 你之前说 那个键盘不是坏了吗 啊 啊 这把啊 给你换了一个铁康处件 铁康处件 对 你回头去行程到岭下就行了 哎 好 好 对了 我问你了 你这 一个人在这天台干啥呢 您说什么呢 经理 一个人 这不还有三 多少三 打斗地鼠呢吗 数多少三啊 要不起 另一个说不要 炸 炸 多少三 你炸了 哈哈哈哈 多少三 他炸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炸了 那个 小妍啊 最近咱 工作压力比较大啊 哎 明儿给你驾 去医院看一下啊 哎 经理 留 留一会儿呢 不不不不不 那个 宵夜做了你最爱吃的第三鲜 你记得吃啊 我 经理 经理 哈哈哈哈 不对啊 他是不是看不见你们啊 嗯 你们到底是谁啊 我是你的心理阴影啊 我是你的崩溃瞬间 我是你的负面情绪 我是你的负面情绪 我们是负面瞬间 不要跳 没要跳 看看 千万不要跳啊 还没要跳呢 先观察观察啊 不可能 我在对面楼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 溜他半天了呀 对面哪个楼 哎 哎 你是一个龙虾人啊 对 我 我是龙虾人啊 我理解你 没有人可以理解我 你 你 你也是龙虾人 你快下来 下来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龙虾岩 我剑翘岩 你叫剑翘岩啊 不是 是我有剑翘岩 哦 哎 你哪来的剑翘啊 那你们管这个大母哥 酸痛叫什么呢 你现在管剑翘岩叫大母哥啊 把你融入得好厉害啊 还行吧 哎 咱们俩坐下来聊啊 哎 好 你知道吗 你是我在这个地球上 遇透的第一个龙虾人 哦 是吧 哎 你原来在龙虾星住哪儿啊 我住在龙虾星北边的那 哎 等一下 我们两个龙虾星人碰面 为什么不说龙虾语呢 总觉得在地球说龙虾有点羞耻啊 没关系啊 这里又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 你原来在龙虾星住在哪儿 那个地方我去过 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那个地方地铁方不方便 哎呀 我就说你这个工作太辛苦 要是我都好 怎么只有我在说龙虾语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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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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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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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因为在地球上说龙虾语 很羞耻啊 哈哈哈哈 那你为啥让我说呀 哦 因为说说瞎话 你可能会开心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开心不起来了 不开心吗 哎 咱俩可以一起去喝酒 啊 会痛疯啊 龙虾喝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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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喝酒吗 那我们可以玩十五二十 哎 加起来得八呀 四个钳子 哈哈哈哈 这样也不行吗 那我们玩 剪刀石头布 很难分出胜负啊 咱俩 哎 哎 你很擅长地球的盗装剧啊 有吗我呀盗装剧啊 哈哈哈哈 你很了解地球的语言体系啊 你 你这 你这不是龙虾很好吗 对啊 我 我之前没有发现过这件事 那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跳楼 哦 我是 哎 我盗装给自己盗忘了 我 我 因为下雨天 控制剑 还有最讨厌的第三仙 因为下雨天 控制剑 还有我最讨厌的第三仙 我说了你也不懂啊 我懂 不下雨真的是很麻烦 我也会觉得很孤独 孤独的时候我就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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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试试看 对啊 我在龙虾心就是这么做的 我跟龙虾心就是这么做的 肯扯剑就是工作吧 我原来也觉得工作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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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啊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第三仙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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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第三仙的吧 所以啊 不一样没有关系的呀 没有关系啊 所以现在你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太好了 我还可以带你去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去鬼街 去武汉 去波士顿 就咱们这个情况去那些地方还蛮危险的 不用担心 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去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太好了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姐夫 他一定会很开心有这样一个弟弟 这是什么情况 我张望一下 那你往那儿看 你看你姐夫在对面楼上跟咱们招手呢 是那个穿着小绿运动服 胸头比着达麦的那个男人吗 他干上去好能打呀 还大点意思 你的眼角为什么充满了泪水啊 我想 我想家了 这个 这个就是引力波通讯器 对 来到地球以后 我每天都会给我的父母发消息啊 你跟你的父母还有联络呢 虽然他们 从来没有回过我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已经 都还在 我相信 他们都还在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我今天好开心啊 我在天台上 认识了我的姐姐还有姐夫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你来地球一年了 每天都给爸爸妈妈发消息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回复过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 听不懂地球话 他们回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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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节我一定回家 好了 就写到这儿了 自知 敬礼 自知 那个敬礼 自知 敬礼 自知 那个敬礼 精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决赛的下一个作品是 恐龙家族 我是恐龙妈妈 我是恐龙哥哥 我是恐龙爸爸 你是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 健康快乐成长的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 说你好 好了 我去干活了 那我去森林了 行吧 那爸爸还留在这里陪你再跳一遍 恐龙宝宝 爸 爸不能再跳了 爸你们每天跳这个舞蹈 你知道我有多羞耻吗 哎呀你不是羞耻 你是有心事 爸跟你谈谈心 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个霸王龙啊 爸你怎么知道的 当父母的又怎么会不知道孩子的心事呢 也是啊 我偷看你日记了 这么理直气壮吗 对不起 不是我偷看 我是和你妈妈还有哥哥一起看的 哦就是你们三个对我的日记进行了一个围堵呗 不是那孩子你怎么能怀疑自己不是个霸王龙呢 不明显吗 哎爸我就不是霸王龙啊 孩子你是还没有长大呀 你是得了那个就是生长发育不是很快有点慢的那个证 把这个证明这么具体吗 孩子你是晚熟 哦 每个龙都有每个龙的花期 有些龙的花期就是比较晚 龙是有花期的 比如你 啊 晚乡 晚乡 当花瓣 爸先不唱 我是 离开花朵 爸爸你有点跑掉 安乡 爸 你看你的脚 你 安流 非得唱完卖点 哈哈哈哈 爸你看你的脚 你看看你的尾巴 你再看看你的爪子 你看看我啊 皮肤光滑白细 甚至 有个寸头啊 不是 那咱俩都有眼镜吗 这个重要吗 我们就是不一样啊呀 咱们一样 你看 这是你妈妈给你缝的 你没找出尾巴之前 你戴这个可像霸王龙了 爸 我就算戴上这个尾巴 我也不像霸王龙 咱就是不一样啊 孩子 在你这个年龄啊 觉得自己不是霸王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吗 这个呢 就是咱们恐龙的青春期 恐龙有青春期啊 青春期 就是会产生身理认同的一个小危机 别看你爸爸平时跟你笑嘻嘻 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大傻的龙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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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说的这 不对不对 爸 你你也是有过这个青春期吗 有啊 我青春期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不是霸王龙啊 哦 你当时是和我一样吗 哎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霸王龙 我觉得我是成龙 成龙 哈哈哈哈 我要用手边的生活用品 去击碎每一个邪恶势力 爸 还有这种龙吗 再到后来我觉得我不是成龙 我是梁龙 梁龙我知道 石草类的恐龙吗 我想我就别去捕猎了 石草类不捕猎 我去玩摇滚 哈哈哈哈 东边不亮我西边亮了 爸 这是哪种梁龙啊 我再到后来我觉得不是梁龙 我是巴比龙 巴比龙 I feel like feel like a babylon 哎哎哎哎 爸 你这是说啥呢 你这是 孩子 我最后还是只能接受自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霸王龙 爸 不对啊 你再转移话题啊 你说的是身份认知的问题 但是我 哎 你一看他就是个霸王龙 但是我怎么看都不是霸王龙 哎呀 你是 你就别怀疑了 你在家里天天多好 对不对 供你吃供你穿的 你就好好待着吧 那成长就是有很多事说不清嘛 爸 哎 你不愿说也没关系 孩子孩子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你不愿说我就自己去寻找大 孩子孩子孩子 孩子妈 干啥呀 你们两个大老龙们离开我活不了啊 哈哈哈哈 你孩子啊 要离家出走 什么 孩子 孩子 生活的烦恼 和妈妈说说 说说 工作的事情 爸不唱了 爸不唱 谈谈 妈 啊 你应该知道 我没有看过你的日记 妈我还没提日记呢 对不起 我都看了 我甚至背了下来 星期一请 那天我偷偷吃了一大火 妈妈妈你别背这个玩意儿 妈 我把日记放在床头 就是为了让你看见 我想让你们知道 我已经知道 我不是霸王龙了 但是妈 做不下就不做了 哈哈哈哈 妈 我不是霸王龙 我爸偏说我是 还说我是什么青春期啊 孩子 你不要怀疑自己 哎呦 你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对吧 但这不妨碍你是霸王龙啊 啊 孩子 你随着妈妈手指的方向看 小蝌蚪和青蛙子一样吗 那不一样啊 毛毛虫和蝴蝶子一样吗 不一样 残宝宝和蒲蝶蛾子一样吗 不一样 你和我们霸王龙子一样吗 不一样 对啊 我们就是不一样啊 有些生物小时候和长大 它就是不一样 但过了一定阶段 它会突然的成长 这 就是生物的变态 哈哈哈哈 你变态了吗 我没变态嘛 对啊 所以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变态了呀 你爸纯纯变态 我早就变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不对啊 妈你应该是在搪塞我吧 这是搪塞 炒搪塞 不是不是 你说搪塞啊 没有 妈妈最擅长炒搪塞 妈你别擅长 我给你垮一勺啊 妈谁 妈谁吃搪塞啊 爸 我妈就是在搪塞我呀 我这个态 他就变不成你了 这个态 你那是太年轻 那你父亲 必须作为名长者 来给你讲一讲 我的真知灼见了 爸你坐不下了呀 哈哈哈哈 坐下了 彩虹的美丽 就在于它容纳了 每一种颜色 和别人不一样啊 没什么 等一下爸 你说什么 我说彩虹的美丽 不是这句 下一句 和别人不一样啊 没什么 别人 哈哈哈哈 爸你说别人啊 人 别人 别龙 人 人 人 哎 人 人 哎 人 人是一种品德呀 是我们恐龙的一种精神外化 我们恐龙有一位先贤叫做孔子 他就说这个人非常重要 仁义理智信嘛 爸啥是仁义理智信 人就是要善良 意识有义气 理是讲礼貌 智信 就是要对你是恐龙这个身份 要有智信 哈哈哈哈 这 爸不对 对啊 我有印象呢 我小的时候听别的小口龙说过 人好像是一种生物 人是直立行走 人人 哎呀 爸我是人对不对 你不是人 你们是爸王龙 我就是这个人啊 你是爸王龙 你怎么可能是人啊 我就是人啊 我明白了 行了 孩子他爸 你和他说实话吗 那我就讲个小故事吧 十八年前 我和你妈在森林里打猎 发现了一个小宝宝 于是我们恐龙夫妇 就收养了这个小宝宝 嗯嗯嗯 爸 跟我猜的一样啊 如果没猜错 当天被你们收养的 应该是 没错 就是你哥 啊 我是被收养的 孩子 我还一直在外面偷听呢 结果吃瓜吃自己投上来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小丑竟是我自己 你听我说呀 你不要说了 爸 我就问你 如果我和弟弟现在同时掉进河里 你是救我还是救弟弟 不是你弟弟 我弟弟 我就知道 哎呦 孩子 你听我说 不要安慰我了 妈 不 阿姨 我谢谢你和叔叔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哥 哎呀 你误会 都帮我收拾好了 这是等我走呢 不是 行 哥 这是我收拾的呀 哎呀 那这个意思我还得谢谢你帮我收拾呗 哈哈哈哈 谢谢你 弟弟 不是 不 小寸头 呵呵呵呵呵 爸妈你们就说实话吧 我哥这个脑子出去不完了吗 行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有必要把十八年前那个今天大秘密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了 十八年前 在森林里见到的不是你哥 而是 是我 哈哈哈哈 十八年前 你妈在森林里捡到的其实是我 哈哈哈哈 过了两天 我又和你妈捡了你哥 三天两捡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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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既然情况已经都清楚了 那我们还是 其乐龙龙的 一家龙 那我们还是 龙龙龙龙的 龙龙龙龙龙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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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妈 妈 就你们说这事太荒谬了 谁能信呢 我从未怀疑 哈哈哈 你们能不能别演了 我没演呐 嗯 嗯 行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只能把十八年前 那个惊天大秘密的 终极版本的真实情况 说出来了 十八年前 在森林里 我捡到的是 你自己呗 欧摩 欧迪摩尤 你都知道了是吗 那一天 我在强保中 我尝试着把自己抱起来 好像是这样 我记得 但是怎么也抱不起来 行了 妈 我明白了 我是霸王龙 我是霸王龙 你知道你是吗 我是霸王龙 那太好了 你是霸王龙 对 那咱们一家龙 赶快咱们弄饭吧 好 妈妈给你炒糖散 炒糖散 好 把那我出去打猎去 好 你等 你让你哥陪你去 好 不用 爸 我自己去就行 不不不 那外边怎么这野兽多危险呢 爸 我是霸王龙 霸王龙是什么来着 陆迪霸主 我这就去称霸陆迪 我吊打剑之虎 把他们的皮拿来做包给我割 我在吊打猛马相 把他那个象牙拿过来给我妈做项链 孩子 你现在说的就有点像人类的行为了 不可能 我怎么像人类呢 我见人类以后把他们当食物 你不能吃人 这是侏罗纪时代不吃人 那旧社会才吃人呢 对对对不吃人吗 我不吃人啊 我是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不吃人 恐龙宝宝 恐龙宝宝 说 再见 儿子 儿子 孩子他爸你快说句话呀 那孩子长大了 要走 咱们这些当父母的 那当然 那还得是赶紧过去瞅一眼呢 这时候你还跟我逗包子 快点吧 孩子 孩子你上眼去吧 孩子 快走 孩子 孩子 你不能再跑了 别再跑 你爸妈就帮不了你了 爸 爸妈 我长大了 不用你们帮了 不是 孩子实话跟你说吗 你是人类 爸 我早知道了 我又不是我哥 什么意思啊妈妈 孩子 你别忘了 你可是人类 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是一定可以的 等一下 你听说过人意理智信吗 人啊 就是要善良 意呢 就是要保护同胞 理智呢 就是说兄弟 你得稍微理智一点 咱们说今天 就是能不能不吃人 咱们以后吃草好不好 好 好 那我要去远方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吧 我愿意 走 孩子你真棒 你交到朋友了 没有 孩子 对不起 爸骗你了 你是人类 我就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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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被剑石虎给削儿了 爸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不怪你 有时间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啥时候回来呀 等我找到答案了 我就回来 我是恐龙养大的 我每年都会回来 跟你们一起过我们的 农历年 农历年吗 哈哈哈 孩子 等你回来 我给你炒糖伞 哈哈 没人吃 他爸在你一起唱整首暗箱 弟弟 你是最棒的 好